Hello 各位Gadget Gang的觀眾大家好 今集科技新知有我Winkey 和大家報導最新的科技資訊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要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Gadget Gang的影片 未訂閱就記得要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上星期表妹和Shirrell報導過 疑似iPhone 15的USB-C晶片流出 今個星期再有消息指iPhone 15和15 Plus 很可能會配備和電話顏色相同的USB-C數據線 今次的消息最先是由社交媒體X的用戶分享 指相片是iPhone 15專用的USB-C充電線 及後有另一位App好圓形裝置收藏家確認相片 相信今次的數據線會以編織方式製成 會比起傳統的數據線更加耐用 預計至少會有白色、黑色、黃色、紫色和橙色等顏色 另外今個星期都有傳聞指iPhone 15系列 極有可能在未來的9月12日推出 很可能會有iPhone 15 Pro、15 Ultra或Pro Max 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同時推出 我們Gadget Gang就覺得改成顏色充電線的機會其實都不小 始終之前MacBook的MagSafe充電線 一樣都是用顏色主機配合相應顏色的充電線 大家又想要白色還是彩色充電線多些呢? 我們每次出電視片都總會有觀眾留言說 買電視只選擇Sony 品質和信心當然是重點 但某程度上都是一個信仰來的 今個星期Sony就舉行了一個發佈會 發佈他們新的Bravia XR A95L QD OLED TV 信徒們就要留意了 Bravia VR A95L QD OLED TV 有65吋和55吋兩款型號 配備Cognitive Processor XR 令到對比度、亮度、黑位等等都有更加好的表現 而新的QD OLED 又比起A95K亮度高200%的色彩表現 對比度亦會更加強 加上更強的XR 4K和XR Clear Image功能 可以令到普通高清畫面更加接近4K的質素 整體畫面表現亦更加清晰 另外今次新機亦有強調打機的新功能 就例如加入Game Menu、射擊Game的準聲 Multi View方便玩家商開畫面邊打邊直播等等 同一時間2023Bravia XR電視系列 都全線加入了Cognitive Processor XR 部分型號亦支援XR ClearB Image 現場除了電視之外 亦有展示新的HT-AX7可攜式影院系統 分體式的設計相當特別 只要分體再放兩個小喇叭在座位的兩邊 就可以變成環迴立體聲的效果 現場實試過的效果都真是幾正 而除了環迴立體聲之外 分體設計亦都方便用家 可以隨時在不同位置聽歌 加上可以隨意移動的設計都真是幾方便 在這裡預告一下 Winson 接下來都會詳細測試這部新機 還約了一個神秘的美女 至於是哪個呢 到時就再告訴大家 同場還發佈SRS XB100小型藍牙喇叭 新機賣點很明顯就是輕巧 而且有16小時續航力 IP67防水防塵 更可以同時配對兩隻播歌 現場試聲以喇叭仔來說都真的幾好聲 亦都夠大聲 趁著現在天氣更加熱 拿去追趕夏天的尾巴去沙灘 船鐵都真是幾不錯 之前PlayStation公佈了 首題遊戲機Project Q 最近正式將它命名為PlayStation Portal 不過仍是跟最初公佈的一樣 只可以RemotePlay PS遊戲 PlayStation Portal可以透過WiFi連接到PS5 以RemotePlay的形式玩已經安裝在PS5的遊戲 亦都確定了PS Portal自己是裝不到遊戲的 亦都不支援串流打機 可以說Portal沒有PS5的話就用不到 以目前RemotePlay的玩法來說 PS5都要插著電上網才可以連接到 其餘規格方面螢幕有8吋大 1080解像度 更新率是60Hz 手掣會跟觸PS5的擺位 會有USB-C和3.5mm插頭 售價$200美元 預計在2023年下半年就會發售 比較特別的是 PS Portal可以用到新的無線技術 PlayStation Link連接耳機 新公佈的Pulse Elite和Pulse Explorer 都會對應這種低延遲、低失真的連接技術 PlayStation Link可以用到USB手指 對應PS5、PC和Mac機 PS Portal就可以直接連接 Pulse Elite和Pulse Explorer 同時都對應一般藍牙連接 用到電話裡都沒問題 Pulse Elite售價$150美元 而針無線耳機Pulse Explorer 就標價$200美元 頭頭有這個Project消息的時候 都已經很多人說如果只可以RemotePlay打機 A級引力就差點了 大家又會否考慮入手這款PlayStation的新產品呢? 相信各位男生小時候都有一個駕駛機械人的夢 現在有機會了 只要你有4億日圓就可以做得到 這部機械人的樣子還不是樣樣衰衰那些 造型和配色都相當之有型 有日本公司最近宣布 即將會公開發售一款最高4.5米 可變換形態 更加可以真正坐入機體裏面操控的機械人 在影片裏面可以見到 機械人以深藍色做主色 配以黃色的裝飾 設計非常之有型 而且都很有動漫的感覺 機械人變成人形的時候 四隻有滑的腳會稍微直立一些 腰部和雙臂亦都可以動動 雙手更加是五指的人類手掌形態 可以獨立操控手指 官方說它可以拿到15公斤的物件 亦都可以坐低變成行車的形態 最快可以以時速10km的速度行駛 官方除了發佈了多條影片 展示機械人的可動性和變形能力之外 亦都有一條主觀鏡頭拍攝的駕駛艙影片 啟動過程十足十好像炸高達一樣 在駕駛艙裏面主要有四個大螢幕 一次過看完前後左右 資料說它全身有26個可動機關 9個攝影機 配3000W電池 但未知續航力 這部機械人的定價4億日圓 即是大約2000多萬港幣 預計一年之後可以交貨 暫定限量五部 只可以在日本購買 而說真 以這樣的造型和可動性 如果我們Gadget Gang有錢 一定買步回來開箱玩一下 不過可惜我們並不是有錢人 上星期說完AI畫作爭議 最近美國有法官裁定 沒有人類作者的AI申請作品是不受版權保護的 是否有些複雜呢?一齊看看這個案件 事源系電腦科學家史提芬泰勒開發了Creative Machine演算法 他多次向美國版權局申請版權保護 指這個演算法申請的AI圖片 他本人都有版權 多次被駁回之後泰勒直接告有關當局 最近法院就判了泰勒敗訴 指非人類創作是不會有版權的 法官引用了過去猴子自拍的案例 或隻猴子拿了攝影師部相機自拍 攝影師覺得自己是有版權 但動物組織就覺得猴子才是版權的持有者 最後版權局聲明 非人類所創作的作品是不會有版權的 而今次泰勒的Case 法官就用了一些畫作作例子 說用家只是命令AI去申請圖畫 沒有人類創作在裡面 當然我們並不是法律專家 細節的東西未必很清楚地交代得到 外國也有些評論說其實是Case by Case 今次的裁決不會應用到它所有的AI案例 可能這個Case的玩法真是比較少人為創作的成份 但怎樣去界定AI的作品 有多少人類的創作 相信未來也會爭論 早前Samsung的Z系列新接機已經正式推出了 眼見都有不少人有換到新機了 跟上幾代的經驗 Z系列都會與美國高級時裝品牌 Tom Brown 聯成 今次當然都不例外了 而他們Samsung官方的IG 剛剛都放了今次的聯成預告 雖然未見到實機的樣子 但都應該令到不少粉絲期待 最後再和大家看看今個星期 我們Gadget Gang有甚麼好東西看 今個星期我們很勤力 很多片出 首先有表妹初常電競螢幕 實施Samsung Odyssey OLED G8 這部21比9的靈螢幕 不知道會不會令表妹試過回不了頭呢? 小天和Vincent介紹了 正音得來又好打又帥仔的keyboard 不過這條片的重點 是小天和Vincent影帝級的演技比拼 大家一定要看這條片 如果未看的話 之後就有阿聰和大家開箱最潮的手提電腦 華碩聯成Babe的Vivobook S15 OLED 聽說它的造工和配件都很精細 接著就到我了 帶大家去數碼講 2023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沒聽過名字好像很悶一樣 裡面其實都幾多玩 還有繼續是我和大家實測一下 Linksys的Wi-Fi 6E Router 在2500MAP高速網絡之下 Wi-Fi 6E可以去到幾快 最後就是今個週末的特備節目 電腦通訊節 我們都有去到現場開Live直擊 看看會場有甚麼好東西買 Gadget Gang的節目 是否很豐富、很精彩呢 大家記得多點Like、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最好就叫親朋戚友一起看 今集科技新專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我們下集再見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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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